这不是 快快 快来帮帮我 还不是夜晚的那个叛将扇西亚 你们在领西山道把他打跑以后 他手下人里还有一些不肯退走 天天守在墓园附近 就想偷着吸一口阴气 我们来这里赶走他们 几个夜晚祭司好心说来帮忙 结果 结果我们在墓园里刚打了一阵 他们就受不住阴气吸引 样子变得非常可怕 还哭着叫我们快跑 秋叶姐自己拦住了他们 叫我回五彩村喊人帮忙 我 我 我 有人来了 太好了 我还好 一点小伤 可是跟我一块来的夜晚祭司 他们和山下的族人一样 一个接一个地陷入狂暴 他们数量太多 我边打边退 幸亏他们的大巫师沙哑 及时赶到 没过多久 那沙哑看我的眼神也不对了 情况紧急 你快到前面去看看吧 记着 沙哑住手了得 你可千万小心 满提拉瓦提 你 你冷静些 你们是法稳住的 等我从后头绕过去 灵光天杖 万念几乎 灵光天杖 他还好吗 我 我想看看他 我儿子的母亲 早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 原来在你心中 我还是死了得好 你且放心 我补天灵 向来谨遵挖皇教诲 不会冤枉好人 自然也不会放过恶人 无照大巫师 刚才你损耗太大 我先祝你安魂定魄 好 我如今是半死之人 念慕愁怪 一切不敢再有奢望 只求你 求你看在往日情分上 让我建一建校园 让我建一建校园 我记得你 你是个很好的人 沙哑丧魂失魄 深思昏乱 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请你千万不要见拐 慢提老话提 您没事吧 燕儿 我 我没事 凤香姑娘和秋叶姑娘 怎么样了 刚才我奔乡 奔乡赶来救他们 可是不知怎么 我就 他们两位 已经让我护送回屋采村疗伤 咱们的巫医也过去帮忙了 您就放心吧 大肆命恕罪 我想先带沙哑大人和其他族人 回大营里歇息 等他好了 我们再上蛙黄殿 不必了 走吧 你也先回去休息吧 此处 我自会命人料理 осто BS 去电激 啊 我nelle 是我